各位觀眾好 歡迎和沙盧再度回到Creativeverse的世界 上一集呢 我們幫了都市小孩 就是這個傢伙 提升了他的裝備 從原本的可能只有八級陣風的石器 採集器 黑科技啦 還是黑科技 變成現在要有十一 十一級風力的黑鑰匙 那還有武器方面呢 從原本的看起來像是 完全沒有任何工藝技巧的 加四那個石板刀 現在變成加六了 黑鑰匙刃 那就是我們上一集 除了這個升級裝備以外 還有我們加蓋了二樓 對 其實比一樓更寬闊的二樓 這就是我們上一集所有的進度 那這一集呢 沙盧要跟大家介紹一個特殊的裝備 叫做 馴服怪物的鈴鐺 那他的運作其實也很簡單 你是要對著怪物按下左鍵 開始搖零 然後 他當然會反擊啦 然後上面的秒數就是需要的時間 好 總共需要七秒 當你成功馴服他後 他脖子會有一個鈴鐺 對 這就是這個道具 基本的運作方式 那收服怪物的用處呢 你可以餵他吃東西 他喜歡蘑菇 那就給他 欸 按錯按錯 你就給他一個蘑菇 欸 這樣有嗎 喔 有了 這樣就是餵食 他喜歡蘑菇 你就餵食他 那 等一下 他現在睡覺 我們讓他待在原地 等到他吃飽 我們就可以來收成他生產的道具 那這個就是鈴鐺 基本的使用要訣 那其實我比較想要收服的是 螃蟹啦 因為 甲殼 他的甲殼對於合成非常有用處 我們先看看秒數是多少 欸 也是十秒 那就趕快把他收服吧 OK 這沒問題 成功收服了 那我們 哇 他還會打欸 那是他那個判定錯誤啦 因為他剛剛還在使用技能 那我們先讓他follow 他就會跟著我們 等到你覺得OK 那就待在這附近吧 那你就再對著他 按下停留 就可以了 那我們把他帶到另外一邊去好了 讓所有獵物的 所有的寵物啦 不是獵物 所有寵物都聚集在一起 這個畫面也太奇怪了 兩隻豬交疊 好 那我們就把 他Stay 先把這隻啃掉 哪一隻是我的啊 這個也太 應該 欸 欸 居然欺負我們家的小豬 這個是殺無射啊 你知道嗎 相親也要來排隊懂嗎 要抽號碼排的 那我們今天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很重要的事情要辦 欸 我要向各位介紹 一個特殊的裝置 在二樓 叫做 傳送點 你看 我們現在打開傳送門 它第一個叫做 這一個門的 算是 編號啦 或名稱 你就隨便都可以 任何物質 任何材料都可以裝上去 那 下面這個是 你要傳送到的地方 好 那我們就先過去看看 像我 我那邊是 一個 蠻特別的地方 等一下跟各位介紹一下 因為它有一個很特殊的材料 好 我們成功來到這邊 那我們再看一下這個門 你會發現它的 自我編號 正巧就是我 家裡那個門 要傳送來的編號 我只要兩邊 相反 裝置的話 那就可以互相傳送 好 那我們 我來介紹各位這裡有什麼特殊的地方 像這個花 這個花很重要 這個花可以拿來合成 這個 藥水 欸 這個 這個 野花 所以這邊有許多野花可以拿來合成 只要四個 先拿來看 欸 四個 這個 這個花啦 對 T開頭的 那我們就可以製作 其實算是相當方便 因為這裡有很多花 那這裡除了花 還有一個更 特殊的 這個 在後方 那我們就帶大家來看看 欸 有沒有看到前方一片雪白 聽說這個遊戲是 除了岩漿以外 還有 其實也是有含這種極地氣候的 就像 對 然後這裡呢 除了 不是 除了茫茫白雪 還有很特別的 生物 這隻雞 他是算 他是 他是雞嗎 我覺得他算一種 好吧 我們就叫他 還是 他因為他蠻像雞的 好 這種雞呢 他能 掉這個 就是我們需要 製造 暈眩蛋的材料 所以其實 算是我 蠻需要的東西啦 對 然後這裡呢 各位可以發現在 生命值的 右上 腳一點點 有個 雪花 形狀的 那個 耐久度 他是 就像我們 進入水裡會有的 那種感 像這個 進入水裡 進入水裡 會有氣泡 氧氣的那個 耐久度 那在雪地 也是一樣 有耐久度的 所以其實 不過 時間相當長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啦 只要 不要走得太遠 回不來 應該是沒問題的 那 各位可以發現 上面這一層 叫做 雪 下面這一層 叫做 冰 那都是很重要的材料 以後拿來 製造 我記得 他拿來製造 其實我現在 目前找不到 可是 以後會需要 冰塊來製造一些 特殊的 材料 對 合成裝備 以後會有很多 需要冰塊的東西 這個我是 這個我還是 還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對 啊 還有一個 我們 現在的挖掘器 其實是可以吸收 水分的 沒錯 等一下 我先把東西丟個 丟一下 嗯 把這個木頭丟掉 各位可以發現 他是可以吸收 源源不絕的水分 對 這在 平常 那個 原本的那個 石器的收集器 是無法做到 所以我們可以 吸水 然後拿來種植 就是可以設置那個 農地 算是非常好的一個 進展 對 雖然沒辦法挖更 硬的石頭 可是至少可以吸水 那我們就先回家吧 畢竟 其實我們材料的金屋 有很多了 像是冰塊有20個啊 雪有40個 那我就不必在這裡再多挖什麼 我把附近的野花挖一挖 就足夠 好 我們就 準備回去吧 各位可以發現頭上的那個 叉叉 他應該是傳送點的叉叉吧 欸 是嗎 還是他是家的 家的位置 沒關係 我們現在先 找回我們的傳送點 其實這也蠻麻煩的 因為有時候走到太遠 就 找不到傳送點了 嗯 應該在這附近才對 欸 我們先回到那個雪地好了 這樣比較好 比較好找 我記得是從一個 從一座山翻過來的 呃 呃 這也太冷了 連我坐在電腦前都打噴嚏 我記得應該是翻過一座山吧 看一下地圖 好吧 我其實真的 沒有點迷路了 沒關係我們慢慢來 欸 這些也是雪啦 只是比較大塊的 到底是哪邊呢 欸 應該在那邊啦 應該是這個方向 對 因為我記得爬過來的時候是 沒有雪的地方 欸 有了啦 在前面在前面 眼睛方向感有點問題 那我們就準備回家 所以我們今天已經介紹了兩樣東西 第一樣呢 就是所謂的 馴服怪物的 鈴鐺 第二樣是傳送門的 那個 機關原理啦 其實不會很複雜 OK 我們回到家裡了 那我們來看那個 那個 豬 有沒有成功生產 食物 生產 那個我們需要的東西 我們可以按F來確認 欸它還 還是沒有啦 如果 好了它會顯示一個 那個 特殊的符號 那我們就來 去家裡附近看看吧 現在才晚上7點 看了不能抓到其他生物啦 我們來抓抓看那種 猴子好了 啊 它不是猴子 對不起我錯了 我錯了 它不是猴子 這個 它也是10秒鐘啦 哇哇哇 不過 不過邊用鈴鐺是可以一邊補血的啦 對 哇我快死了 OK 我們也成功收服了這隻猴子 那我們就把它follow 先回家 我覺得 以後啦 就是 下可能 下一幾集 對 我們會 我們會 蓋一個 那個 蓋一個小屋 或者是一個 算是牧場 可以專門給我收服的 怪物住啦 那我們也一樣把它放在這附近 欸 有 它跟過來了 OK 一樣 把它stay 那這些食物呢 我們可能需要合成一些特殊的 比如說 可能會有什麼 料理台 才可以獲得這些食物啦 欸 現在已經 其實已經9點 並 並 並沒有很晚 可是其實時間過得蠻快的啦 嗯 再去看能不能收服其他的生物吧 這附近 欸 其實剛剛 忘記跟各位說明了 我們剛剛 遇到的那隻鳥 就是 會掉 我們需要的材料 對 我們就可以製作我們要的東西了 欸 肥包滿了 看能不能丟掉什麼東西 這應該不需要啦 那我們就 可以製造這個 暈眩蛋 一次8個 8個 所以是40秒 40秒這種時間呢 可以收服絕大部分的生物 絕大部分而已 或者是 你真的覺得 你的補水 補血 藥品夠多 那你就 站著給他打 然後一邊補血 一邊搖零 然後那個搖零距離是有 一定的限制的 所以 就是 不能被怪物擊 擊退 如果一擊退呢 就要重新開始 算是 蠻麻煩的事情 這個 這個也拿一下 附近 其實附近 我們家附近是沒有什麼 特別的怪物 這個變色龍 我是 前面有特殊 那個 稀有 稀有生物 我不知道能不能抓他欸 有 我們 試試看好了 他應該會跑 欸他開始跑了 這 這 這是 哇 要30秒 要30秒 我們試試看 波蛙真的很會跑 對 等一下 有點Lag Sorry 欸 欸 我們用震撼彈 看你們不能成功抓到他 拜託拜託拜託 算是我們今天的任務了 欸 我被人跳起來了 哇 手殘 一個手殘 拜託拜託拜託 還差還差15秒 這樣好像有點來不及啊 哇 失敗了 失敗了 那 只要把他殺死了 下次再來試試看 欸 這隻血特別厚 好 在空中 好 他掉21個 這非常給力啊 還有99個木頭 木頭 木頭太多 呃 好吧 我們現在 不缺木頭 所以就先 留在這裡吧 他 他給很多很多木頭欸 好 那 我們先回家吧 這次的捕捉失敗了 對 這是手殘 這是手殘 然後 所以 其實 就是 不要 也不要跳 對 欸已經晚上 已經有怪物出現了 所以搖靈的時候最好不要動 對 哇好多怪物 趕快回家趕快回家 欸我沒有關門 這太太勇敢了 那 我們 再看一下 合成表 有什麼特殊的東西呢 嗯 像 這個是 我還不確定這是什麼 然後 這個 他可以 喔 這個是 可以幫 生物洗澡的 就是 寵物吧 應該是可以幫寵物洗澡 那我們 下一集 再來嘗試一下 還有什麼嗎 這是更高級的裝備 還有 其他都 目前都還沒解鎖 對 然後 我還在找這個葉子 到底在哪裡 對 那我們 今天 向各位介紹了 鈴鐺 馴服動物的鈴鐺 還有 傳送門 這兩樣東西 那 今天就這樣 算是 帶有一點小失望的結束了 那 期待下一次 期待下一次再和大家 回到Creativers的世界 那 今天的實況就到這裡結束了 謝謝大家 謝謝